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停 下一集0.2.02温直播 2.02温弹幕高清超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270p 倍速0.5x 1.0x 1.25x 1.5x 2.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战报 复利组场 2.0 轻取太大招哈维破门 冷鸟店盛取50% 75% 100% 0027 Overupo 播放模式ChromeOS 分辨率1920x 1080 视频 狂高848x 480燃料50% 视频 协议 HTTPS CDNAPD 495 05 D723 A8 AF4C3 C80 by 73 CE5 DB516 V SMTC DNS COM下载速度 缓冲资料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 3.4.37 2018年8月28月10.05分04秒 播放流水87BB 8BF386 D9 CEA56 DF3 F8551 EF6 0105 D7201 本地日之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腾讯视频 观看完整版战报 复利组场 2.0 轻取太大招哈维破门 雷鸟店升局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HTTPS WINDOW X WINDOW DATA VIDEO ARR PUSH IMJ HTTP E-NEWS GTIMG.COM NEWS APP LS 0510 205 2453 640 360 HTTPS WINDOW 1100 27 OVERA RIPLE DATA 视频 战报复利主场 2.0 轻取太大招哈维破门 雷鸟店升局 时长约2分2秒 经体育记者徐顾喜,尽管主教练施地利克赛情一直在强调防守,但是在浪费了几次机会后,天津泰达队还是被对手找到了防守漏洞,扎哈为一个人,便足以绕乱天津泰达队的整条后防线。 02,这是天津泰达队连续第四个赛季在越秀山体育场空手而归,在中潮连赛次了不胜后,成绩上的压力,又一次逼进了天津泰达队。 中潮专期,埃奇姆彭在昨天的比赛中拉伤,本场比赛吸引了中国队主教练李皮和他的教练就来到现场观战。 比赛一开始,天津泰达队的发挥还是不错的,一度在对手球,门前创造了不少机会。 不过,在天津泰达队浪费机会的同时,广州富力队也在寻找着机会。 第24分钟时,张执民获得了单刀良机,但是他的打门被对方门将成越雷扑出。 就在两分钟后,广州富力队利用天津泰达队遭越来的失误,由李皮相助攻扎哈维首开记录。 一球落后的情况下,天津泰达队又遭遇了一个坏消息,埃奇姆彭出现了拉伤。 在中场休息时,埃奇姆彭的伤处就已经十分疼痛了。 但为了能够搬平比分,埃奇姆彭还是在下半时出场比赛。 只不过,埃奇姆彭的威胁大大降低,而当时广州富力队的打靶已经很明确了。 我们队员很聪明,他们把控球球给了天津泰达队,我们去提他们的反击。 斯托伊克维奇在后说道,在埃奇姆彭无法兼职而被替换下场后,天津泰达队在前场基本上没有再创造出辽机。 而广州富力队很快再次利用反击,由雷奈尔迪尼奥打进第二球,比赛也失去了悬面。 在本场比赛前,实地立刻一直在强调帮手的重要性,但个人失误造成的丢球,还是让斯帅有些失望。 我们可以强调整体性防守,可以强调保持队型紧凑,可以强调协防,但个人在进攻端或者防守端出现的失误,是很难预见估计的。 毕竟团队防守是依靠于个人防守上,实地立刻说道,不过,在一场令人失望了比赛后,实地立刻还是表扬了队员们的拼劲,结果是消极的。 但是队员们的表现并不消极,他们拼搏精神很好,一开始也踢得不错,只是对手在传球准确性和门前把握机会上做得更好。 我们的两个丢球都是一样的过程,四轮不胜,虽然不至于让天津泰达队的排名一落千丈,但是也让全队感受到了深厚的紧迫感。 下轮比赛,天津泰达队又将面对上海上岗队,同时,曼提江将因累计四张黄牌而无缘这场比赛。 埃奇姆彭今天从广州飞赴上海,在那里飞回迦娜,他的伤势如何? 是否还能参加加纳队的比赛,还需要回到加纳之后再进行检查,但至少这趟周车劳断还是会让本舅受伤病和疲劳,所谓的埃奇姆彭,遭到更消极的影响。 目前来看,一切都在向着不利于天津泰达队的局面发展。 好在这轮比赛过后,中超连赛将迎来两周的间隙期,时地立刻也准备利用这段时间让队员们休养生息。 我们能够处于现在这个位置,不是靠天赋和身价很高的球员,我们无法依靠个人能力获胜,我们只能依靠团队,通过每个人百分之百的努力走到现在。 时地立刻说道,现在所有人都很累,未来这15天的时间,会先给大家放几天价,队员们回来之后,再让他们更好的备战。